中国中部有一座全欧洲最早设立 设备最完善的滑雪度假村美杰夫 位在白雪矮矮的阿尔卑斯山上 滑雪客玩累了就直接在露天酒吧 边大旦现烤BBQ 边遥望著名的白朗风美景 每年都吸引上万不远千里而来的游客 虽说是滑雪胜利 美杰夫同时也提供不同的活动 让不滑雪纯粹来度假的游客 也能享受雪地度假的乐趣 顶级的SPA按摩疗程 按摩师会替顾客量身定做香精油包 然后放在暖炉上加热 让材料均匀混合 按摩师拿着香精油包 在客人的背上温柔地来回推移按摩 除了能够促进新陈代谢 散发出来的精油香气 更能让身心完全放松 另一种目前在台湾 也相当流行的SPA按摩 就是将能量时放在人体上 透过按摩促进全身血液循环 75分钟一节的按摩有点贵 要价约台币9000元左右 做完舒服的SPA按摩 还可以来点户外活动 这些活泼可爱的哈士奇犬 替你拉雪橇 带你来一趟奔驰雪地之旅 除了可以享受驰骋的快感 还可以顺便一览美杰夫小镇全景 大人小孩都很喜欢 美杰夫是一个传统的欧风小镇 想体验道地的法式生活 来这准没错 无论是搭乘马车来个小镇巡礼 或是在露天咖啡厅 慵懒度过一整个下午 但绝对不能错过到当地酒吧 和热情的居民一起喝个几杯 享受完雪地风光 再往南部走 享受法国美食 看看这两只狗狗跟主人 在树林间行走 他们可不是来散步 先是对着地上蒙袖 然后突然停在一棵树下挖洞 到底他们找到了什么 原来是闻到珍贵的松露 欧洲人吃松露的历史已经有一百年了 据说松露的味道像是舍香 有点男性荷蒙气味 共用近似春药 因此让欧洲人神魂颠倒 不少松露美食也孕育而生 其中最受法国人欢迎的松露煎蛋 制作过程相当简单 将黑松露磨碎之后 大量撒进蛋汁内 均匀搅拌过后倒进平底锅里 小火烹煮 就是一道简单的家常菜 松露还可以切片 铺在提拉米树蛋糕的内层 或是裹在起司上 或是想奢侈一点 直接大块大块放在烟熏鲑鱼片上 或是磨成粉末 直接和奶油打在一块 成了松露奶油 一场松露饗宴就完成了 这一场松露是一种罕见的食用菌类 种类有数十种 通常生长在靠近橡树树根的地底下 而且挖到松露后 还得小心将泥土擦掉 避免腐烂 这种废时又废工的采集方式 也是松露如此昂贵的原因 不过近几年来受到全球气候变迁的影响 法国境内连年出现干旱 松露的产量也因此锐减 从过去的一千吨降到目前的五十吨 市场价格也飙涨 如果松露的产量无法回升 价格持续高涨的话 最残的老饕们荷包恐怕会大失血 不过去的一千吨